在影片里 资深导演盖里奇 启用了球德洛 杰曼汉苏和查理汉娜 来讲述一个王者的成长历程 汉娜出演男主角亚瑟王 他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角色 可是原先他并不在导演的雷达上 我原来不确定查理是正确人选 但是查理硬闯进我们家 坚持说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我们坐下来喝茶 两个小时后我们又说又笑扭打在一起 然后他说你来试镜吧 我去试镜后他就把这个角色给了我 开心的结局 执着不仅是电影的主题 也是汉娜的为人 要有理想尽一切可能去培养它 要自信去争取 超级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 也在影片中展露惊鸿一片 问题是贝克汉姆太有名了 如果他在影片中出现 一定会让你走神 不仅有走神的危险 所以我用最好的办法来伪装他 影片里有他 我很意外的没有多少人认出他 不过他确实在里面 亚瑟王 王者之剑 5月12号 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同时上映 你恶魔 Che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